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本中英文的双语绘本 大家准备好了吗 故事要开始咯 兔爸爸不见了 兔妹妹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母年母月的某一天 像晚餐一样 兔爸爸要去上班了 他亲了兔妈妈 又亲了兔妹妹 今天的晚餐 是我最喜欢的胡萝卜汤吗 兔爸爸问 兔妈妈微笑点头 天上漂亮的彩虾已经回家了 可是兔爸爸还没有回来 胡萝卜汤凉了 兔妈妈的微笑不见了 赶快喝了汤 去睡觉吧 兔妈妈对兔妹妹说 明天一睁开眼睛 你就会看到爸爸了 第二天清早 邻居叔叔阿姨和兔妈妈在谈话 大家都不像晚餐一样微笑 兔妈妈 兔妈妈还一面擦着眼泪 可能有一些事情耽误了 应该没事的 我们会为你们祷告 希望兔妈妈很快就回来 这些叔叔阿姨 你一句 我一句 地安慰兔妈妈 今天的日子真难过 兔妹妹没有去上学 兔妈妈也没下厨 这个家好像一下子变了样 邻居养妈妈 端来一碗蔬菜给他们当晚餐 兔妈妈让兔妹妹赶快吃了去睡觉 明天一睁开眼睛 你就会看到爸爸了 兔妈妈说 第三天 兔妹妹从梦中醒来 喊着 爸爸你回来了 兔妈妈告诉她 这只不过是一个梦 兔妹妹大哭起来 兔妈妈也忍不住大哭起来 漂亮的菜虾已经回家了 可是兔爸爸还是没有回家 黑黑的夜晚 兔妹妹觉得自己的心像有一个大洞 空空的 感觉很不好受 邻居 而大妈为他们准备了美味的晚餐 兔妈妈叫兔妹妹赶快吃了去睡觉 说不定明天一睁开眼睛 你就会看到爸爸了 第四天 兔妹妹吃了去睡觉 明天一睁开眼睛 你就会看到爸爸了 兔妈妈说 第五天 兔妹妹妹 兔妹妹 兔妹妹醒来 很乖很乖的收集完毕 背着书包出门 今天她有一个秘密的行动 她要去找爸爸 她走上爸爸每天经过的小路 遇到一只小青蛙就问 请问你有看到我的爸爸吗 她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卡其帽子 小青蛙摇摇头 已经很多人问过我 五天前 见她经过这里 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 我可以留一张纸条给你吗 如果你看到我的爸爸 一定要交给他哟 小青蛙童惊地点点头 兔妹妹的纸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爸爸 我是你的宝贝 我好想你 看到这张纸条 请你赶快回家吧 一路上 兔妹妹遇到好多友善的朋友 有甲虫 鸟 狗 等等 大家都收下了纸条 并打印 若遇到兔爸爸 一定叫他赶快回家 十天了 兔爸爸 还是没有回家 兔妹妹在家里等爸爸的时候 很乖 很安静 尽量不给妈妈添麻烦 她想爸爸的时候 就画画 有一天放学后 她又出去找爸爸了 请问 请问你们有看到我的爸爸吗 他戴着一顶蓝色的卡钦帽子 都能都知道兔爸爸失踪的消息 大家都摇摇头 不知道要怎样安慰兔妹妹 那么请你收下这图画 当你遇见我爸爸的时候 请交给他 兔妹妹的每张画 读写着几个字 亲爱的爸爸 我送你一个贝壳 我答应你 我会听你的话 做乖孩子 你赶快回家吧 好吗 第二个十天了 兔爸爸还是没回家 放学回家的时候 他跟邻居养弟弟说 你知道吗 爸爸喜欢讲一个故事 就送我一颗彩色的小石头 我昨天剪了这些小石头 都彩了颜色了 我要把它们放在路上 给爸爸做记号 让他记得回家的路 原来 这就是兔妹妹 这一天的秘密行动 他们俩一路走着 在一些显眼的地方 放下一颗颗彩石 以免把兔爸爸 讲过的故事 告诉羊弟弟 经过一个下午 整个丛林的小镜 都鲜艳起来 第九个十天了 兔爸爸还是没有回家 兔妹妹又有新的想法 她来到小河边 大声地说 请问鱼姐姐 你们是不是可以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想请你们带我告诉水里的朋友们 如果他们在很远的地方遇到我的爸爸 请我的爸爸回家好吗 她戴着一顶蓝色的卡其帽子 鱼姐姐说 好的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以后如果你想对爸爸说什么 你就来这里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吧 我们会帮你把想出的话 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太好了 谢谢你们 又过了好多个十天 兔妹妹已经数得不能再数了 兔爸爸还是没有回家 兔妹妹喜欢坐在家门前烫秋千 兔妈妈在她的后面轻轻地推着 看着天空漂亮的彩霞 快乐地慢慢地回家 兔妹妹对妈妈说 妈妈 我好想念爸爸 我想唱这首爸爸的歌 于是 两母女一面烫千秋 一面影唱爸爸最喜欢的歌 直到月儿照亮了天空 已经一年了 兔爸爸依然没有信息 兔妹妹的家门前有一棵树 是兔爸爸以前种下的 雨后 树下的小黄花 煞落满地 兔妹妹看着地上点点的黄花 想起兔爸爸的笑容 她一面走 一面想起爸爸 进到屋里 看到每一个角落 都留着和兔爸爸一起的记忆 今天 她好像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零岁前 兔妹妹对兔爸爸说 亲爱的爸爸 虽然我很想念你 但我知道你一定有原因不能回家 现在 我心里的那个动物 不再像以前那样辛苦了 爸爸 我今天明白了 原来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谢谢爸爸为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永远没有忘记我们 就像我们没忘记你那样 永远 永远 在心里 你们是不是听了 听了后感到伤心呢 到底兔爸爸去了哪里 他还在世上吗 整个故事没有交代 而兔妹妹从此也再也见不到兔爸爸了 上师的感觉很不舒服 特别是死亡 在很多的情况下 人们的枷锁是对未知的恐惧 圣经传道书八章八节说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利掌管使其 其实明天怎样 没有人知道 我们本来是过往云渊 转瞬间消失不见 基督徒深信生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并相信时候有永生的确据 因此在基督里可以对死亡有不同的感受 只求此生能够完成上帝要我们完成的使命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当儿 我们对此又有什么想法呢 大朋友 好好思考生命的课题 你的生活规划是什么 是否行在上帝喜爱的路上吗 小朋友 失去的感觉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 珍惜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日子 故事说完了 愿你们聆听愉快 上帝赐福于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